她是历史之女 彭老总和她情同妇女 毛主席对她照顾有加 就临时位开国大将也对她格外关注 她就是左权之女左台北 父亲是文明中外的著名将领 在国内的地位举足轻重 可就是这样一位更正苗红的历史后代 却在考大学时因为政审不合格被拒绝 在场的人全都面面相觑 直到开国大将陈庚出面 才一语道出左台北被拒绝的真正原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欢迎百度搜索左权女儿震审被拒 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在这点个三连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1949年在毛主席的指挥下 解放军势如破竹席卷全国 胜利的号角享受中华大地 可在部队行走到湖南一带时 朱德却突然下令 要求所有部队绕到李林黄毛岭 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直到看到在黄毛岭苦苦等待的富人 大家这才明白 原来百万大军全部绕道 是为了替一个人尽最后的孝道 这个人就是被称为八路军 军功之父的左权 在一次撤退行动中 正在前线指挥的左权 无幸被炮弹击中 结束了自己年仅37岁的生命 消息传出后 为了不让左权的母亲伤痛过度 毛主席彭德怀等人 先后以左权的名义 给他的母亲写信 这才勉强瞒住了左权牺牲的事实 如今革命即将胜利 朱德决定将事情的真相告诉富人 虽然心痛难耐 但面对特意为自己绕行的百万大军 左权的母亲还是强忍悲痛 完成了这个特殊的仪式 百万大军特意为一老富人改道 这听起来荒谬 但却包含了对左权的敬佩与尊敬 可让人意外的是 几十年过去后 左权的女儿左泰北却因为左权的身份而屡屡碰壁 1960年在准备报考哈军宫时 左权的女儿左泰北突然接到消息 她提供的政治身份有问题 无法通过震审 听到这一消息后 左泰北十分诧异 她不清楚 父母都是革命党人的家庭 竟然也会正审不过 更何况 她的父亲左权 还曾是与朱德彭德怀并称 掌管了八路军两大绝密基地的核心人物 为了能够弄清事情的真相 左泰北联系了陈庚将军 想让父亲的老友出面询问问题 陈庚是左权的至家好友 如果没有陈庚 彭怕左权也不会走上革命道路 因此在得知左泰北来意之后 陈庚十分重视 立马与相关部门取得了联系 可在得知陈庚的来意后 负责录取工作的办事人员却表示 之所以拒收左泰北 并不是因为左权 而是左泰北的二国左唐 左唐虽然与左权同为黄埔军校一期生 但因为革命信仰不同 左唐后期加入了国民党阵营 与共产党处处作对 这里来说 左唐后期已经与左权断绝关系 不会影响到左泰北的政策录用 但在报名信息上 左泰北却明目张胆的将左唐停了上去 这才导致了他被拒绝录用 听完工作人员的解释后 陈庚笑了起来 一边耐心的和左泰北复述了一遍 一边善意的打去 左泰北太老实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听完他的解释后 左泰北竟一板一眼的回答道 说自己是党的孩子 理应对党诚实 左泰北的话让陈庚百感交集 他当即赞许了摸了摸左泰北的头 从心底里认可了 这个与战友脾性一致的后背 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左泰北也的确不负大家期盼 不仅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 还继承了左权一致 活跃在了武器制造的领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